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部军 在神话故事中提到四大神兽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张口就来 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 从名字上来看 前三种是非常好理解的 青龙就是指龙 而白虎就是指老虎 猪雀是一种鸟 那么玄武又是什么动物呢 难道仅仅是乌龟吗 在汉武帝茂陵陪葬坑的空心传 就有关于神兽玄武的雕刻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 古人认知中的玄武 就是一种由龟和蛇组成的动物 可我们都知道 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龟蛇合体的动物 更何况龟在我们的印象中十分温顺 而蛇十分冷血 它俩怎么可能组合并生活到一起 除非它是另一种我们尚未发现的动物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神兽玄武 玄武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都知道龙姓本吟 在神话传说中 凡是被龙族看上的子女 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 不是囚禁在龙宫 就是因为肉体繁胎 无法承受龙族的力量 导致遭到离世 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有龙生九死 但每个孩子都长得奇形怪状 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 玄武就是上古神龙强形和灵规结合所诞生的物种 是神龙的第六个孩子 古人把他称为碧溪 所以他的身上既保留了龙的特征 同时也具备龙族的形象 长着龙头 但是没有脚 有着龙的身体 还具备蛇的尾巴 相传碧溪在刚出生的时候 就因为长相问题被父母所抛弃 因为他这个造型太过反常 太过反种族了 一看就是龙规滥交之后的产物 所以小时候也没有任何同族愿意和他交朋友 而且还会时不时的被神龙和其他几个孩子欺负 索性他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活了下来 但从此之后就养成了内向又偏激的性格 喜欢躲藏在阴暗的幽冥之中 虽然他的外表看起来比较猙獰 但其实内心很善良 据说他生活在北方大荒中的时候 这里常有凶兽残害人类 必须就打抱不平 主动挑战 最终荡平了北方 深受人们的爱戴 但是必须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常常喜欢驮着三山五岳 在江河湖海里不断的翻腾着玩 这让生活在沿岸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直到后来大雨治水时结识了他 他告诉必须 我知道哪里的水最多 绝对够你玩 同时你还能保护当地的百姓树立英雄形象 但是你要先和我约法三章 当我推山挖沟疏通河道 为治水做出贡献 完事之后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经事事的必须听了之后 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于是跟着大雨就去治水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在把洪水制服之后 大雨担心必须又到处闯祸 于是搬来了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 上面刻满了必须治水的功绩 叫他驮着 让必须沉浸在自己的功绩中 而沉重的石碑也压得他 不能再随便行走 后来他的英雄事迹传到了天上 天地知道后 就封他做了北方的天神 号玄武 在《楚词远游》中就记载 玄武即蛇规 其位在北方 故曰玄身有灵甲 永耳好斗 故为武 玄就是指黑色的意思 北方属水 颜色为黑 所以人们也称他是北方的水神 后汉书中同样有记载 玄武水神之名 又有注解玄武北方之神 蛇规合体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玄武真身其实是一个人类 当年他在神山之中修炼 秉持的是苦修之法 所以经常不吃东西 结果他的肠胃就开始闹矛盾了 魏责怪肠子整天翻来滚去 你以为自己是玩摇滚的啊 肠子则埋怨为爱瞎折腾 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你以为自己是如意金箍棒啊 不就是一臭皮囊 一开始的时候 玄武还好言相劝 不要吵不要吵 都是自家兄弟 相间和太极呢 可是时间长了 他俩吵架的频率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凶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玄武修仙成道的清修过程 于是玄武就怒了 他奶奶的 我的身体长这些器官 是为我服务的 不是为我添堵的 一气之下 他就抛开了自己的肚皮 把肠胃一把抓出来 扔进了草丛里 这两个器官失去了身体的连接 日子就过得更苦了 以前偶尔还有点食物进来 虽然有的上顿没下顿 但好歹还有个希望在 这下好了 完全没有见到食物的可能了 他们又不能自力更生 就悔不当初 不应该惹恼了主人 肠胃慢慢也静了下来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们就开始观察 玄武修行的方式 后来就自己模仿 照着他的样子做 谁知 竟然被他们赚到了 修炼时间一长 长次进化成了一条 身披金色林甲的巨蟒 脾胃则修炼成了一只 发着闪闪玄光的巨龟 玄武担心 如果任由他们放飞自我 肯定会惹出乱子来 就把他们收在左右当个护法 如果有外出 蛇龟就是他的坐骑 后来这只玄龟和灵蛇 就化为了一体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是专虚地就是玄武 因为在上古时期 东南西北四方有 四方天地统侠 北方地就是专虚 专虚地在五地中 被称为水地 玄天上帝北方天神 而前面的资料告诉我们 玄武就是北方的水神 所以后来专虚地 也被人称之为玄武大帝 这一点也有相关的资料佐证 比如在庄子大宗师中记载 专虚地得到为神 位居北方玄公 淮南子石泽逊中也记载 北方之极 专虚玄明之所 死者 那么抛开神话 在现实生活中 玄武有没有可能指的是 某种动物呢 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 伴随着对大洋洲考察的深入 有古生物学家发现了 这种奇怪的蜥蜴化石 并为它取名为卷脚龟 他们确认这是一种 陆生的大型龟类 是草食性动物 由此可见 虽然它们看起来挺吓人的 但事实上性格确实是比较温顺的 通过化石考证 研究者发现 卷脚龟至少在3000多万年之前 卷脚龟就已经生活在了地球上 它的体重大约为600公斤 体长约为2.5米 即使放在今天 它也是庞然大物 有趣的是 从外形上来看 这类似龙头的脑袋长长的尾巴 和传说中的玄武 竟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和其他龟类普遍 都可以将自己锁在龟壳中不同 卷脚龟没有办法做到 而从龟类演化的角度来说 这似乎意味着 卷脚龟真的是一种 非常古老的物种 遗憾的是 就在2000年前 它们因为拉皮塔人的入侵 遭到了大规模屠杀 经用300多年的时间 它们就从地球上彻底灭绝了 那么话又说回来 如果传说中的玄武龟 描述的真的就是 卷脚龟的话 这是不是证明 早在3000多万年前 就已经有人类文明 出现在地球上 或许当时的古人 还看到了四方天地 大雨至水 以及各种神异事件 于是通过口口相传 记录下了这种神奇的动物 当然 3000多万年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只能通过文字记载 来推测当时发生的事件 除了以上这些 也有人推测 或许玄武 只是古人将龟和蛇 结合起来的产物 因为从汉代玄武 呈现出来的造型来看 是有着两种迥异形象的 一种是单归形象 一种则是蛇归形象 也就是说 早期的玄武 本相应该就是龟 而绝不是蛇 只是随着历史的演讲 特别是 龟和蛇之间存在特殊关系 导致了龟在生理属性上的异化 从而出现了龟蛇 这种特殊结合 当然这是以龟为母体的 一种自然融合 而不是所谓的龟化蛇 蛇化龟的互相幻化 为什么会在汉代才出现这种龟蛇合体的形象呢 有一种说法是 这来源于最高统治者企图用龟的祥瑞 平和来粉饰太平 但现实世界中的动荡霍乱 岂能让人们安心于龟的被动消极 反而是这种龟蛇合体能攻善守的形象 让人更有自我把握的安全感 同时龟能够与天同寿 所以可以作为天界和人间的现实 龟长久地待在地上 对大地就有十分了解的 知天之道 名于上古 所以他能够预言吉凶祸福 这也是古人要用龟甲来占卜的原因 至于用龟托着石碑 是想死后神龟能够带人的灵魂进入天庭极乐世界 就让他托着碑文 是因为他可以活得很久 这样碑文就能流传久远 而玄武结合了蛇的灵活和攻击性 同时集成了龟的灵性和长寿 他既是武力又是智慧的化身 在各种神话传说中 也是上得了战场 下得了名堂 可上天堂 可下地狱的猛将 因此玄武还被当成先知来尊敬 很多故事里甚至都把他当作神机妙算的军师 如今的道教还将玄武人格 划分为真武大帝加以崇拜 在供奉的图像两旁经常有龟和蛇的形象 玄武大帝的道场就在如今湖北武当山上 所以武汉隔江乡持有龟山和蛇山 最后对于玄武的真相 我本人更认同卷脚龟 因为这样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遐想空间 也让我们对于史前文明或者说上一代人类文明 有了更多探索的欲望 那么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部军 我们下期再见